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偶造型就是法雅节的主角 他们摆放在每个社区的广场或十字路口 吸引了无数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 大型的法雅高达十多二十米 由几十甚至上百个大小不同的人偶组成 每一座大型法雅旁都会再摆放一个小法雅 看到这些唯妙唯孝的人偶一定很难想象 他们都是由当地艺术家和木匠 用木板和纸板制作而成的 从去年的三月到今年的三月 我们大概花一年时间来做准备 整座法雅的话大概花费了十七万元欧元 法雅建成之后就要代表社区参加当年的法雅比赛 路易斯所赛的这个社区今年就获得了第七名 这座法雅最显眼的便是几个打扮时尚华丽的猴子 下面还有很多人物的卡通造型 细细品味你就会发现这座法雅所蕴含的讽刺主题 在西班牙有一句古话 说的是猴子既是穿上西装也还是猴子 意思就是人们不管怎样去化妆 去改变外表 其本质都是不会变的 我身后这个法雅就是今年法雅节上获得第一名的法雅 它的主题是金融危机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法雅 它的厨师的帽子上有一个美国的标志 它手里拿的这个火鸡身上是一个欧盟的标志 手里还拿了一个欧元 它反映的就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 在各种体态表情夸张的人偶背后 体现的是瓦伦西亚人的幽默感和世界观 除了传统的歌颂爱情 憧憬未来的主题 人们还喜欢通过法雅来针鞭石壁 讽刺名人政客等 讽刺时政是近年兴起的 因为当下经历状况不是太好 所以人们喜欢把讽刺时政的内容交到法雅当中 关于法雅节的起源有不少说法 用的较多的是说 瓦伦西亚的牧将为了告别冬天 在春天来临之际将牧竹台付之一具 同时用来纪念耶稣的养护 牧家们的守护神圣约瑟乌 法雅节正是由这一节庆颜面而来的 不过现在的法雅节少了很多宗教元素 但烧木头的习俗还是沿袭下来了 因此这些制作精美的几百座法雅 在城市里摆放几天之后 将统一在3月19号这一天烧掉 每年把法雅烧掉就像中国出旧年薪的意思 象征着春天的到来 都市记者张燕 崔梦瑶报道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现场记者 从西班牙发回的报道 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 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每年3月份举行 法雅节也叫火季节 这个节日中国朋友知道的不多 不过只要亲历过这个节日 都会被这场视觉盛宴所震撼 就像中国人喜欢在春节放鞭炮一样 瓦伦西亚人也酷爱鞭炮和烟花 走在街头随时都能够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 不过重头戏却是在每天下午两点 市政广场上那场震耳欲聋的鞭炮表演 在表演开始前一个小时 广场周围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你要是来晚了可就挤不进来了 当那一声声巨响在空中炸开时 人们感觉大地都在颤抖 不过大家的兴奋已经大过了害怕 五分钟的表演一结束 大家就涌向广场中央庆祝这一时刻 除此之外 你的目光是不是也被法亚皇后 华丽的服装所吸引呢 别着急 盛装打扮的女子在法亚节期间随处可见 这些服装都与绣花绸缎材质 并配有精美的蕾丝前摆或者披肩 让女子浑身散发着巴洛克式的滑柜气息 她们以社区为单位手捧鲜花 和家人朋友一起游行 最终到达圣女广场 那里架起了十多米高的圣母像 工匠们把大家献的花插入支架中 逐渐组成了圣母的长袍 而在献花的过程中 不少女子都流下了眼泪 这个活动是非常神圣的 也非常感动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她们对圣母有一种神圣之爱 每次日鲜花就会想起家庭 父母 新生的孩子等等 这些都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的一种感受 这场规模庞大的鲜花活动 有大约700个队伍参与 一共持续两天 都市记者张晏 崔梦瑶 西班牙报道 继续来关注记者西班牙之旅 瓦伦西亚人在参加各种法雅节活动的时候 是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胃 一场精彩的街头海鲜饭大比拼 就在鞭炮声当中上演了 晚上十点 闹腾了一天的人们 似乎没有丝毫的疲惫 您瞧 这条短短的街道上 就聚集了四五百人 因为他们要亲自动手 制作今天的晚餐 西班牙最有名的食物之一 海鲜饭 要做纯正的西班牙的海鲜饭 必备的工具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大的铁制的平底锅 而且不能用现在的煤气 必须要用木炭来烧 这样做起来的饭的味道会更好 不过你一定很奇怪 怎么大多数人的锅里都是鸡肉 而只有少数几个人 拿海鲜做食材呢 其实海鲜饭只是中国人的习惯叫法 它真正的名字叫paella 只用平底锅烹调的西班牙菜饭 鸡肉海鲜等都可以作为食材 而今天晚上的比赛主题是鸡肉 paella的做法并不难 火升起来之后在平底锅倒上橄榄油 油温热之后放入鸡翅鸡腿 炒至金黄色的时候放入蔬菜 最后放入米和水 当汤彻底被米吸收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当然还需要藏红花 胡椒 盐等来调色调味 在这个比赛现场呢 您不仅可以参观其他选手的各自的绝活 也可以呢像我这样 亲自呢尝试一下 怎样做这样一道非常精美的海鲜饭 制作完成之后 大家把一整锅端出去给评委试吃 评委是几位小孩和长者 由他们给出分数 不过多数人对比赛的结果并不在意 几个甚至几十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上一顿 才是他们最开心的事 都市记者张燕 崔梦瑶 西班牙报道 继续记者的西班牙之旅 这两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西班牙瓦伦西亚法雅节的盛况 当中就提到了这些法雅最后全部都是要烧掉的 法雅节也伴随着熊熊火焰不如高潮 最终完美落幕 3月19号是法雅节的最后一天 也是节庆的高潮 晚上六点多 燕火游行队伍就在老城区的街头整装带扒了 这时候道路两边站满了人 我们有幸在队伍最前方 见到了这一届的法雅皇后 我希望今天晚上的火能去除不好的事物 来年会是更好的一年 参加燕火游行的人装扮奇特 表演逗曲夸张 或有些万圣节的味道 还有那一束束火焰 虽然没有什么危险性 但看着四翼的火花向自己飞来 还是会被吓一跳 在围观的人群中 记者发现了来自中国的面口 我们在这里 我是中海人 大家好 觉得产面很宏伟很壮大 他们把自己的传统特色保持得非常好 然后大家都很热爱自己的文化 燕火游行只是当晚的前奏 随着各个社区的小法雅陆续燃烧殆尽 晚上十一点 小法雅皇后和姐妹们 也来到市政广场 见证最后一个小法雅的燃烧 看着漂亮的人偶被大火吞噬 不少女孩都流下了眼泪 我们不想烧掉它 一年一度的法雅节就要结束了 很舍不得 不过最壮观的还是大法雅的燃烧 接近午夜时分 各个社区在消防人员到位的情况下 开始燃烧起大法雅了 人们可以近距离目睹这一过程 当大火燃起的那一瞬间 人们还是被那股扑面而来的巨大热浪 逼退了好几步 不过法雅节的收官之作 还是市政广场上那座大法雅的燃烧 今天晚上将要进行的是整个法雅节最高潮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美轮美奂的法雅呢 将会在一片大火当中燃烧为灰烬 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 在广场现场消防车已经各就各位 可以看到现场呢已经有很多围党 把市民群众围到了围党的后面 有上半名群众已经聚集到了这里 到了第二天凌晨一点整 一串鞭炮引燃了法雅周围悬挂的一排排焰火 然后又一路劈里啪的燃进法雅体内 几秒钟之后一堂火冲出了人偶头顶 接着便是熊熊烈火包吻了整座法雅 消防人员不停向周围喷水降温 巨大的人偶被裹焰吞噬 有些悲壮却寄托着瓦伦西亚人民的希望 伴随众身后这团熊熊的烈火 今年法雅节的最后一个法雅 也将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了 这表示今年法雅节的全部结束 同时瓦伦西亚人民 也将从现在开始迎接新的一年春天的到来 瓦伦西亚是一座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城市 中国游客肯定会喜欢这里 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们的到来 都市记者张燕 崔孟瑶 西班牙报道